哈喽大家好 我是那个名字很奇怪的土傲生态君 我是一名业余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今天我开了两个多小时车 来到悉尼南边一个叫做袋鼠谷的地方 想跟大家介绍一种我心目中澳洲最可爱的小动物之一 它的名字就叫做袋鼠 袋鼠其实算是考拉的亲戚 同样也长得圆滚滚毛茸茸的 就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袋鼠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我们运气很好 抵达目的地没多久 就在草地上发现了一只袋鼠 远远地看过去 它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 但其实它并非是静止不动的 它是在草地上悠闲的静食 裸鼻带雄 中文也有翻译成普通带雄 或者叫塔斯玛尼亚带雄的 它是澳大利亚现存三种带雄中的一种 裸鼻带雄是三种带雄中 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 所以也会喊它们叫普通带雄 因为比较普遍嘛 但是近些年来因为种种的人为原因 裸鼻带雄在野外的数量大幅度下降 所以为了引起公众对带雄的重视 就不管它叫普通带雄了 而叫裸鼻带雄 与它的另外两种亲戚毛鼻带雄作为区分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带雄的家 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地洞 大家都能看到附近有很多土 说明这个地洞是刚被带雄挖出来的 带雄是澳洲整个大陆上最擅长挖地洞的动物了 它们挖的这个地洞可以长达20多米 四通八达 有着多个出入口 并且也有着多个房间 大部分带雄白天就会在地洞里面睡觉 避暑 然后地洞也是带雄生产宝宝的育婴房 这个地洞有些是百年老洞 是由带雄一代传给一代 带雄有个有趣的特点在于 它并没有稳定的地洞 经常会今天跑到这个洞 明天跑到那个洞 在不同的地洞里面串门 带雄的地洞对于澳大利亚的生态环境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去年发生山林大火的时候 许多澳洲的小动物就依赖 躲在带雄挖的这个地洞当中 逃过了一劫 带雄有着独一无二 堪称古怪的防御机制 对抗敌人时 他们依赖的并不是 他们那又大又尖的爪子 反而依赖的是 他们那浑圆结实的大屁股 在带雄的屁股后端 有着一块坚硬且硕大的骨头 防御力超高 一旦带雄遇到了危险 他们就会一溜烟地 冲回到自己的地洞里面 然后撅起自己的大屁股 堵住洞口 让敌人无法入侵 许多朋友曾经可能都听说过 带雄会拉出方形便便的说法 传说中 带雄的便便特别方 有人说长得像块方唐 有人说长得像个骰子 总之描述都是说 带雄的便便是个特别奇特的立方体 但事实并不如网络说法那么神奇 我找遍整个草原 找了无数块便便 最后只找到这一块 是比较像方形的 事实上大部分带雄的便便 都是不规则的形状 偶尔会有长得特别立方体的形状 为什么带雄的便便形状如此独特 既不是长也不是扁 也不是一坨 而是一块一块的呢 有一种说法是说 带雄依赖于自己的便便来传达信息 所以方形的话 更容易停留在石块上 不容易滚落 从而帮助带雄给邻居们传达信息 包括但不仅限于 这是我的领地不要过来 又或者是 现在是繁殖期 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等 带雄的肠道非常有弹性 他们吃下去的草 需要十几天的时间才能充分消化 十几天的时间 拥有弹性的肠道 不停地挤压 不停地挤压 最后就会挤压成这个方形的形状 带雄应该算是夜行性的动物 在晚上会比较活跃 所以想要偶遇带雄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多在黄昏时分去试试运气 带雄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经常不幸被车撞死 我已经数不清看见多少头可爱的带雄 横尸马路边 幸好澳洲的人民群众 普遍都比较爱护带雄 有时候我们看到 马路边的带雄尸体上 会被人为的喷上颜料 这意味着已经有好心人 检查过带雄的育儿带了 因为有时候带雄妈妈遭遇车祸 但育儿带中的小婴儿 依然完好健在 这时候好心人就会把 育儿带中的带雄宝宝 送到救助机构 拥有资格证的志愿者家庭 抚养小带雄 直到其成年之后再放归野外 虽然现在这个带雄 看起来人出无害 非常可爱的样子 但在近几年时间中 还是发生了一些 带雄袭击人类的不良事件 毕竟再怎么说 带雄也是野生动物 偶尔会野性大发 变成咬人的怪物 根据那几起带雄袭击人类事件的受害者回忆说 袭击他们的带雄 冲刺速度极快 一下子就能把人类撞翻在地 然后带雄用他大大的门牙 啃咬受害者 被带雄袭击的几个受害者 都感到十分恐惧 甚至感觉自己可能要被带雄一命呜呼 幸好最后结局都是人类平安无事 如果大家有幸跟我一样 能够近距离的接触野生动物 请大家记住 千万千万不要触碰它们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面 千万不要触碰野生动物 千万不要触碰野生动物 这不仅是为了野生动物好 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人类自身的健康安全 在澳大利亚的带雄 普遍患有一种特别严重的寄生虫病 那就是受戒险 得了受戒险的带雄会感到皮毛上特别的痒 居住着受戒险这种寄生虫 会不停的啃食它的皮毛跟肉 带雄就只能不停的挠 可是再怎么挠也无济于事 得受戒险严重的带雄不久就会身亡 而有科学研究发现 受戒险这种传染病 很有可能是人类传染到澳大利亚 从而传染到带雄身上的 带雄又是经常喜欢串门 居住在地洞里面的 导致受戒险的寄生虫 特别容易传播给各个带雄 而我们人类以及我们身边的宠物 猫猫狗狗 也是有可能得到受戒险这种寄生虫病的 所以请大家爱护野生动物 就不要触碰它们 现在已经是下午黄昏 有戴雄的那个露营地也已经关闭了 我们趁着还没关门之前终于溜了出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拍摄动物的视频 肯定有很多不足之处 请大家多多包涵 同时有什么建议的 也请大家可以在留言区 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最后就是因为拍摄特别不容易 请大家多多三年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